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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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既然孩子们想要玩 就让他们开心的玩 体育课本来就是开心的课 体育课也是一堂课 怎么能放任孩子玩 这样 只能学到运动的精髓 运动是件开心的事 又不是每个学生都是运动员 享受运动 也是很重要的啊 课程大纲 本单元内容为 理解式球类教学介绍 理解式球类教学流程 理解式球类教学范例 以及理解式球类教学分类 集合 同学们 我们现在来比赛吧 怎么可能 我连规则都不知道 同学们 我有一种方法 可以让你们享受比赛的乐趣哦 这个方法叫做 理解式教学法 哪 理解式教学法 老师 体育要不是数学要怎么理解呢 到底什么是理解式啊 是除了在球场上运动之外 还要在教室里思考每个动作的意义吗 老师 我想打比赛 学生的心声就是他想先玩 对 玩比赛 那所以我们就让学生他在玩的过程当中 能够玩出一些他的想法 学生过去的经验是 他的问题在于说 他技能的练习 要比较久的时间 那有时候技能练习又比较枯燥乏味 所以学生他的兴趣感会渐渐的降低 然后在游戏比赛的过程里面 他可以有成功的经验 享受游戏比赛 那进而提高他对体育课的兴趣 理解式球类教学介绍 理解式教学的精神在于 希望能借由先进行游戏比赛 提高学生对于体育课的学习意愿 并透过老师的提问 以及同学间的讨论 共同解决游戏比赛中遇到的问题 达到共同学习的目的 因此理解式教学 期望每个学生都能在体育课中 有成功的经验 并且感受到运动的乐趣 理解式球类教学流程 理解式的教学流程 可以完整划分为六个部分 分别为游戏比赛 比赛赏试 战术意识 做适当的决定 技能执行 以及比赛的表现 但是在一般体育课中 由于课堂时间的限制 无法完整执行六个流程 因此可以简化为三个部分 游戏比赛 战术决定 技能执行 由这三者来构成一堂体育课的教学 在理解式球类教学中 会由游戏比赛先开始 我们先来看看游戏比赛如何进行 理解式球类教学范例 火线王牌游戏 好 游戏规则是这样 这个王牌必须要在端线外面 他在界外 一样他在界外 然后当你的队伍拿到球的时候 也就是有控球权的时候 这时候谁是这个红队的王牌 他 他可以怎么样呢 他可以进来 OK 他可以进来 火线王牌游戏规则 一 以篮球规则进行 但是要注意 在游戏过程中 应该要避免身体上的碰胀 二 当队伍持有球权时 该队的王牌球员 可以进场加入战局中 相反的 若是失去球权 王牌则要退回端线的场外位置等待 好 现在我们各队的王牌都已经选出来了 对不对 好 请各队的王牌举手 OK 好 我们所有的一号就是各队的王牌 好 等一下呢 我们会用 橄榄球 橄榄球 来进行这个王牌的游戏 对 很好 你这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可以运球哦 我们可以运球 你试试看 好不好 你试试看 老师 你把篮球 换成了橄榄球 这个提示 不是太明显了吗 根本没办法运球 那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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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是要让他做快功啦 嗯 哦 他拿到那个橄榄球 他可以向前长传嘛 就很多一拿起来就向前长传 他前面有队友 嗯 有王牌 嗯 他就长传 嗯 啊我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可以有场地 可以有器材 甚至可以有这个球员的行动的限制 哪些动作可以做 哪些可以跑 哪些不能跑 这些 透过这个东西 然后来引导学生 朝向老师所给予他们的线索 去做思考 进行完游戏比赛之后 接着要进入的就是战术决定 这部分的进行 讨论时间不宜过长 主要是让学生针对游戏比赛中 所遇到的问题 进行反思与讨论 这个球要得分不容易 需要靠一些团队的合作 所以呢 我希望现在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你有没有什么样最快 最有效的方法 可以容易的得分 尽量近一点船 不要船太远 第一号不是你要接吗 我可以跑到他那边去接 然后他在那边跑 然后接啊 有没有不同的想法 如果远船可以接到呢 如果不要船的这么大力呢 远船可以接到 跟近船可以接到 哪一个条件下 远船比较好 远船比较好 在战术决定的过程中 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 一是透过老师的提问 引导学生做思考 另一个方式 则是引导小组讨论 并且尽量让每个学生 都有发言的机会 教师只需在一旁聆听与观察 并且适时地介入来引导学生 闪电战术 就是一个人在那边 因为不能走动 所以一个人站最脚 然后第二个站中场 第三个在那边 然后第四个我站这边 然后这样传球会传非常快 而且别人也不会操到球 有打算要运球吗 不能运啊 运的会往下掉 然后球会乱飞 然后就 对一直传 因为不能动啊 不能动就只好传球 然后传过之后队友在动 然后动到适当的位置 再传给他 我们就一定有进球机会 在经过了五分钟的小组讨论后 我们来看看 学生表现有什么不同吧 同学们 果真都很聪明 一下子就抓到了老师要说明的观念 透过这样讨论的方式 让同学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 彼此激荡 找出最合适的战术 一方面鼓励思考 一方面又能加深他们合作的观念 一举多得 透过一些这个问题的引导 然后去提问 然后引导学生说 那我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是可以最快得分 那透过这个慢慢的导向 我的教材设计 所想要让学生 这个发展的这个战术概念 在比赛过程当中 其实学生的想法是蛮多元的 有的学生 他可以 马上就找到 快攻的这个概念跟方法 那有的学生 他会因为他的传球的这个能力 不是 长传的能力不是这么好 所以他可能必须要透过短传 他才有办法这个传给王牌 所以王牌有时候他就会 因为短传也传不到 所以王牌就会 回来到后场 想办法要去接 所以这个有点就是 跟原先所设想 游戏所设想想要的 那个学生的战术的概念 也不太一样的地方 有时候 长传是具有风险的 那有时候 你透过这个短传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他必须要去判断 分别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你适合做长传 或不适合做长传 这随着他游戏比赛经验的发展 跟他的思考 还有实际上比赛 到底那个情况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会给他很多 那个线索跟想法 技能执行 赛后跑船练习 在游戏比赛的过程中 老师观察到 学生在做长传快攻时 传接球的成功率过低 因此在游戏比赛后 老师用跑船的长传练习 协助学生做技能上的加强 好 拿到球了 对不对 一二三个船 对不对 一二三个船 三个船 对不对 我只要靠近这边 OK 一二 好 去上篮 一二 好 去上篮 在做完技能练习后 可以再回到游戏比赛中 观察学生们的反应 以及在游戏比赛中遇到的问题 老师可以再透过战术决定 技能执行 游戏比赛的轮替更换 逐渐完善学生们的比赛表现 但是需要提醒的是 这三个部分需要在一堂课的时间内执行完 学生的问题才能够在当下做最有效的解决 课后感想 我们一开始都是直接开始上投篮 没有直接就打三对三或四对四还是五对 然后这支就是直接先开始四对四 然后再来讨论它的会出现的问题 就大家打完之后 每一组都有上来讨论他们的战术 以及那个方法 OK 只要继续跑下去就投进来 只要继续跑下去就有投进的机会 这是今天在比赛过程当中 大家的一个体会 那就比赛的方法来讲 比赛的方法 刚才你们有谈到有讨论战术 对不对 那你觉得你今天学到最重要的战术的概念是什么 你觉得 今天我们玩的游戏就是快空的代表 透过同学们的比赛 大家的讨论 最后大家所了解的东西就是快空的代表 你们觉得好玩吗 好玩 好玩喔 以后还想要再玩 还想 好啊 那我们有机会再来 好不好 还有 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还有第二个第四个第五个 我们会讨论和规则的更换 引导学生 考论思考 理解战术的概念 不再只是老师单方面的说明 这真的是不错的方式啊 同学们 把课堂打造成游乐场 再透过看似游戏的教学过程 学习运动的技巧 老师 你可不可以再说得明白一点呢 课后Q&A 在本单元中 透过与国中体育教师的实际对话 来了解 在理解式球类教学的授课中 老师们容易碰到的疑问 以及难题 会不会有一些老师 他会觉得理解式教学法 就是我要花更多的时间 跟学生做解释 那他可能会消耗掉 很多课堂教学的时间 让孩子的那个 身体活动时间缩短 然后造成 造成身体活动时间不足 就是会不会有 这样的一个想法 在理解式球类教学中 是否会有老师的解说 多于学生实际操作的情形呢 理解式教学法乍听之下 好像让我们会觉得说 是不是老师 要透过很详细的 明白的讲解 然后让学生可以很清楚 然后进而知道 了解这样子 那其实 所谓理解式教学法里面的 这个方式 它是透过游戏比赛的设计 让学生在游戏比赛当中 然后能够理解 所以变成是 要先去操作 要先行动 先进行游戏比赛 有利于学生达到 中等强度以上的身体活动量 理解式教学 好像就是给学生几个问题 然后给几个游戏 那很自然而然 那个像老师刚刚讲的快功 平行交叉 它就可以自然的生成 那这个部分老师 有没有地方可以帮我们做补充 在理解式成类教学中 老师应该如何设计教学活动 如何引导学生练习呢 在理解式教学里面 我最重要的用意是希望它跑出平行跟交叉 可是我却不告诉它平行跟交叉 那我用一些限制 我用场地的限制 或是我用规则的限制 让它最后它可以跑出平行跟交叉 然后它去思考说平行跟交叉是最容易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状况的 那也就是说那个过程 我们去处理的就是 有一个开放的空间 让学生去找到 利用提问和规则限制的方式 让学生理解老师设计游戏比赛的意图 并引导学生朝着老师设计的战术概念来发展 在理解式球类教学中 老师的运动技能及教学能力是否不再重要呢 其实老师的技能还是重要 非常重要 第二个部分是老师的能力变成是 老师把舞台 老师从舞台上面走下来 把学生从舞台下推上舞台 这个就是所谓学习者为主体的概念 那问题是老师下了舞台以后 那要做什么 那老师其实是透过设计那个游戏比赛的情境 去搭建那个舞台 然后老师要去引导 老师要去观察 学生在舞台上做些什么事情 那接着我的舞台要怎么样做修正 让学生的表演可以更好 那当学生有需求的时候 比如说他有的技能 他遇到了问题 传接球有问题 或是运球有问题 游戏比赛没有办法顺利进行 这时候老师的这个直接教学法的功力 就必须可以再展现出来 还是可以的 所以变成说 理解是教学法 是不是就不需要技能 其实不是 还是需要技能 只是什么时候技能要切入这个教学的问题 让学生会觉得说 我今天练习这个技能 他比较知道说 我为什么练习这个技能 是因为我比赛里面出了哪些问题 我有需要 所以我来练习这个技能 这样子 理解式教学是种对话式的教学概念 让学生与自己 教材与同学做对话 透过对话的方式 将有助于达成学生的身体素养 为12年国民教育做出贡献 透过理解式的教学方法 学生不再只是被动学习的一方 会主动吸收老师教学的内容 只要他们的热情不减 一定会超过老师的期望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拜拜 感谢观看